我們縣城隍的大家 基本上在我知道的時候差不多是在 民國差不多七十幾年 八十年代 大家樂的時代 那時候 我原本是沒什麼在講大學 就是因為 我們裡面的人 持寶泰銜 都在外面 站在講壞機 然後 去給我們城隍的順序 他就下來坐他們的手機 意思就是說 你們都吃飽太閒 沒有事情做 所以他就說 要帶他們出去運動 那是我印象中 第一次更大 就是要帶他們去做大學 早期 我們的人都是跟武林堂的人 都是南做好的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 從武林堂那邊做大學來 然後就開始 更大學的這個動作 我們大學一開始 因為我們原本就沒有再更大學 然後一開始坐大學就是 由我們的三成王來坐大學 然後 配文武伴 因為這個沒有長久 在講就是幾句 那麼一道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沒有專門在 在坐大學的身材 到後面 公司漸漸多 因為有段時間就要用到大學 買手人就欠三成王最大準 坐起來最重 所以我們就還有一身 差不多一艘的出身成王 然後出身成王 就是我們第二代坐大學的大學 問題他也是 那時候也是年代久遠 沒有辦法長期出營業 他到後面發現 他脖子有一個裂痕 所以到後面就 把我們相約說出青石 然後他就算現在 這是現代的大學 他的旁邊配飾就是 那個吃飯雄軍 和吞津財 這樣是我們的基本配備 之前夜巡有些 要一些訴訟 那時候 他們相約同在那裡 請沒有訴訟 要改革 買手他就派一個 去找兩個小信聚 然後就代表那些訴訟 那些牙醫有的沒有的 都附著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裡面 上面還有放兩個小信聚 和一些斑波有的沒有的 民國差不多七十八年至八十年 這香就是大家樂的時代 然後他們 我們廟口 外面都很多人 每天都處理人很多 所以大家就 我外面這張車子 就在那裡看沙盤 向向 放下來 手機打下來 是最大的樂家 就開始出議說 你們就是吃飽太鹹 才會在這裡說白癡 然後我看 我帶你們出來運動一下就好了 那就大家師傅 然後 就說要維持一個禮拜的大家 然後 那時候 他們也是 早期沒有什麼娛樂 就是大家興興 好 沒有來跟大家 就開始跟了 前兩天 一天 就類似 像 我們一般 出的 孫子 到第三天 就 帶到中國城樓邊 船廠 那邊船廠 那邊船廠那邊 那邊不是很厚 因為那邊還有運河 翻船時間 那邊有死很多人 所以那邊 米里 池廠就不太好 然後 那邊 那邊 米里 因為 那裡 年輕人 他們很多都是 既身出身的 所以 到那裡就跳四五個起來了 都跳到那裡 那裡的孫子 當然 我們沒有帶東西 我們會怕 就說 把他搖搖出來了 然後 搖出來了 搖出來了 就說 這個人的所在 我們不一樣 對 結果 第三天就過了 第四天 又發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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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跟別人輸贏了 在那裡輸贏的 當中 廟後 有一個 小朋友 因為 那時候 比較流行 飆車活動 所以他也退出來了 然後他退出來了 中間 他就是 人在那裡公司 他在那裡飆車 在那裡搖五輪 搖到後面 然後 人這邊 搖搖 要再一百尾 然後 他也是 騎到他 車子 繼續走 走到後面 大家看到 我問 有 對 有什麼 撥這個 年輕人 一直 下去 下去 差不多 進化路 跟 武映店那裡 附近的池樓 撥到 結果 大家發現 那些孩子 已經去到 霧行 附身 所以 他 眼睛也都已經倒掉了 然後 大 快 帶回廟 包一個 計程車 帶回廟 然後 大 看他 這個 新桌 看他 一百多 然後 看廟 廟 的 當地 他比較恢復 正常 然後 原來是要 關一禮 咱的總部就好了 好了 不要再玩了 這 四天就好了 收一收起來了 然後 就跟這條條 結束這個 然後 也沒有人敢在那裡 說白癡 我們大個村 你不是 像我們一般在走路 所以我也不建議 沒有事情 去看看 因為 你隨時什麼狀況 你不來 我 心靈 他也一個人 做了 你不如 你不去 你不去 快點 你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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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去